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此走上了演艺之路 出道后的珍珍出演了多部热播影视剧 因为经常出演古灵精怪的角色 她还被观众称为小淘气 看着宠妮的称呼 就知道珍珍当时有多红了 珍珍的美貌实在太出色了 连侯小贤导演都夸她是天生的明星 因此也扯出了一段纠缠的三角恋 甚至到她病倒在床上时 依然深受恋恋的困扰 珍珍的第一任男友是谢贤 没错 就是谢霆锋的老爸 花花公子谢贤 据说当时珍珍去菲律宾宣传电影《新娘与我》过境香港时李汉翔和谢贤前来接机 当时谢贤正当红 初次见面的时候 表现的热情开朗 二人相处的感觉很好 后来二人又一起合作了提营 在度相遇后 谢贤开始追求珍珍 后来 在珍珍被新加坡宣传海鸥飞出 在一次过境香港时 没想到谢贤安排了求婚 并霸道宣称一切都安排好了 珍珍当时没考虑就答应了 两人立马去公证了结婚 本以为是秘密结婚 没想到第二天报纸头条 全是二人结婚的消息 据说当时珍珍的母亲不喜欢谢贤 但是爱情至上的珍珍 还是不顾父母反对嫁给了谢贤 但是这场婚金只维持了两年多就已离婚告终 究其原因 都要怪一个人 他就是刘家昌 这段三个人的纠缠最终血落石出 还是二十多年后珍珍首次袒露鲜飞时才揭露 珍珍说自己十六岁时就已经认识刘家昌 当时刘家昌在夜总会唱歌 半工半读 自己有一次去夜总会听歌认识的刘 结束后刘家昌把她送回家 还约她隔天下午看电影 但是珍珍并没有赴约 找朋友转告刘家昌不要等了 因此惹怒刘家昌 还骂她是照片明星 之后 刘家昌就开始追求江青 江青是当时国内华大演员 非常仰慕刘家昌 二人闪电结婚 之后生下儿子刘继鹏 但是刘家昌对珍珍一直念念不忘 在得知珍珍和谢贤结婚后 刘家昌突然召开记者招待会宣布和江青离婚 原因是江青离婚导演李汉祥油染 在离婚荡兰 刘家昌还对珍珍说 总有一天 我要跟你结婚 是那种结了 就休想跟我离个婚 在珍珍回谈后 刘家昌联和她的朋友 已会打电话 已会送花 整整持续的一年多 而且女方走了她就跟到奶 珍珍要去美国探望父亲 在日本转机时 他直接追到日本 甚至还追到珍珍的酒店 结果在电机里恰巧遇到某位香港导演 隔天就被媒体报道 珍珍和刘家昌在日本密会 这件事直接影响了谢贤和珍珍的感情 谢贤开始变得一神一鬼 再加上刘家昌的不断出现 媒体的大肆报道 最终导致谢贤和珍珍离婚 之后 珍珍收拾行李返回台湾 刘家昌亲自来接 开始光明正大的追求 最终也打动了美人心娶到了珍珍 婚后二人也退 在美国定居 还生下了儿子刘子谦 本以为过得很幸福的二人 却突然被曝昏变 据说刘家昌是赌成性 曾经一分钟输掉好几百万 每次没钱了就找珍珍要 后来还告上法庭 要求离婚 这时候珍珍直接甩出一句 我们二十八年前不就 已经离婚了吗 离婚的事情因此曝光 之后刘家昌再次把珍珍告上法庭 声称自己给了他二十亿新台币的财产 但是珍珍竟然连生活费都不给他 之后更是带着前妻和刘继彭 住进了珍珍在赌城的好宅 本来这件事已经平息 但是后来珍珍的儿子刘子谦出道当歌手 发了第一张真集反响还不错 这时候刘家昌突然要求主导儿子的发展 要求他跟华纳解约 当时母子二人妥协了 但是刘家昌过分操控刘子谦 还威胁要断了他的音乐之路 导致刘子谦离家出走 后来还在节目中说 刘子谦是不孝子 珍珍惹无可忍 披露了刘家昌的种种恶行 朕不会再受到他的控制 后来珍珍的一定祝愿 刘家昌还在和他打官司 年轻时爱的火热的两人 到老却是这番局面 也是很令人唏嘘 不过刘家昌的品行确实有问题 前妻江青曾叔叔公开指责刘家昌诬陷自己和别人游染 其实只是想体面的离婚和珍珍在一起 不管怎么说 这本三角戏提侧随着时间的发展了 三人各备东西 感情这个东西真的让人捉摸不透 看完记得点赞哦 小 Więc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